你沒有你心想 所以你事後來看的事情 我相信你的最多的客觀 電腦比較客觀 所以本來來請教你這件事 經過你的最少了解 這案情你有最少了解嗎 經過你最少了解 我們這個兩康二的座長 到底是不是 有像中間三國的副座長 所說的 做人的白手套 做一些威嚇的事情 尖對這個事情 你會看有什麼 到底是有還是沒有 是受損的還是捏造的 請革命給大家 謝謝 由一座的關切這個案件 有一個指教 我想剛剛一座委員會提到 這個案件是在103年 那時候還沒到任 那最近 因為當事人的一個檢舉 也有採取的部分的這個 這個群司法途徑 來採取這個 他的一個指控 那因為這個案件 我們在受理之後 我們就立即報警證署 現在由警證署的政公司在進行調查 那其中有關 提到這個指控誤告的部分 因為當事人 也向地檢署提出聲告 那這裡面涉及到目前 案件在司法偵查中 還有一部分在調查中 那尤其當時 我並不在場 所以對於相關 這個詳細的情節 我個人並不是那麼深入了解 那在這個案件 還沒有偵查 還沒有調查 這個完畢之前 我想就我個人來講 並不適宜在這邊 在經理部做評論 以上報告 謝謝 好 謝謝 我想是幫你解釋 到底這個兩座的座長 到底是不是有 像這個三座一個副局長 當初的這個 多三座的這個 這個 多座長所說的 這個事實去做人的白手套 是不是有事實 是不是這樣跟一座回答會比較適當 我到任之後 我講到 你會了解是不是 我只能就我到任 到任之後 到任之後 我覺得這位同仁表現 都還很正常 並沒有這個其他 負面的一個相關的 這一些事證 那至於之前 因為我還沒到任 我想我不適宜在這邊做評論 對 之前你不知道 我沒正義 因為我們現在是 我們要跟 之前也要有正義 對不對 先去我們建設局提供的問問 是說 本局目前對台端 並無相關調查作為 亦無不法或違紀的事證 代表無正義 我到任之後 我到任之後 對 那是這樣子 對不對 那之前也不管 之前有證據 人家找找去弄 那個是 我說在你的任內 是這樣子 是這樣子嗎 好 我是覺得 這個 我們警察局 有一點讓我們議會失望 我們每次 人家都知道 建設局有反重 不但要做自己的治安 跟交通的事情以外 次政府還丟了一堆事情給你們做 對不對 你們還要替市政府 一堆很多 第一線的工作 對 那個辛苦的程度 都知道 也是因為這樣子 每次在預算審查的時候 我們都 除了有很不合理的 我們幾乎都 讓你們很順利的 對不對 讓你們一些主委 要去做台時 突然間爆出這個事情 我們就覺得有點遺憾 對 雖然在你照應進行 但是呢 可以處理善後 這是有靈力的人 以前隔離中 很久 最優秀的將軍 都在做撤退 帶兵撤退 對不對 所以 這呢 跟白症為止 這個 我們 當初 他這個 過程 獨立 在處理這個事情 經紀本席的了解 和這個 受害者的認證 都是違反程序正義 都是違反程序正義 沒關係 我如果說不對 你可以給他 一個資訊 都是違反程序正義 就是說 他居然說 這個兩姓二的組長 說去當人家的什麼白手套 結果 當白手套也有 對象 我做誰的白手套 對不對 當誰的白手套 也沒有 最主要 政風科 直施 警察 風紀 對不對 自己更應該要嚴謹 這一塊 這個更應該嚴謹的 就是這一塊 就算一個嚴謹 他有換什麼 我有換計的事情 第一個 就是我們這個 督察科選調查 相關事證 調查 調查 確鑿 或者是 有些疏失馬距 可疑的地方 你再送檢調 對不對 但是這個案件 通通沒有 通通沒有 對不對 就直接 找一個說證人 到督察科去做證 說 這個 兩姓二的 這個組長 做人家的白手套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說一說的 就直接 特裁長 帶這個 比不像人 起床的減速 教長 你來檢查這麼久 你也一個很優秀的 支撐的警察 你認為這個程序合理嗎 合法嗎 跟一座報告 這個 就我個人來講 我們 在執行各項的公務 我想我們都要遵守相關的行政程序 以及遵守程序的正義 那剛剛提到 有關我們同仁檢舉的這個案件 那因為在當時 受理還有詳細的情景 事實上 因為我不是由我親自來處理 所以在事後來講 剛好 這個當事人又已經提出 這個指控 而且是像地檢署 那所以就這一部分 我想已經進入偵查中的這個案件了 這裡面有關於認定的問題 我的看法其實就有點像是認定了 我想並不適應了 但是我相信 經由地檢署的一個偵查 跟這個 傳訊 他未來 應該會傳訊相關的當事人 以及 相關的關係人 同時我想他也會 調閱相關的佐證資料 來做中和的一個研判 最後做最後的認定 我想這部分我們可能還是要尊重 檢署他就調查 謝謝 檢署要怎麼處理 檢署有檢署的資料 所以他說我們內部很討厭 對不對 警察不能給他發財 警察是順利 順利 順利 對抗議的人 給他順利 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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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保命 但是我也要簽名 代表有所本啊 七個這個都沒有 都沒有這些東西 可能都有人來檢查 那個什麼人 沒人知道 有簽名嗎 沒人知道 都沒人知道 幾來檢查啦 模型來檢查 就這樣 早上有親心帶他去地獎室 以前有人早上有親心帶他去 據我當藝人這麼久了 我的了解很少 很少 你直接送地獎室代表杜達科不作為 杜達科你要去調查 相關的事情你要去調查 你直接 人來講說 莫名殺人做白手套 你直接送地獎室代表你杜達科沒有收證的能力 沒有犯案的能力 這樣我們把杜達科廢掉 因為我們也有 廢掉不要怕啊 也有人實施檢查風紀啊 還有政務士啊 政務科啊 對不對 現在我們頂級都很缺人了 我們把它解散 我們這些東西也不會沒辦法 去支援這單位 當然我講這個是比較極端的一個比喻啦 我的意思就是說齁 我們早上一定要有這個程序正義非常重要 程序正義非常重要對不對 何況呢 我本身合理合理的懷疑嘛 難道你這個三線一的長官 對這個兩線二的處長 有什麼失業嗎 或你對他有什麼不滿嗎 這我不知道 但是我合理的懷疑啊 沒什麼 都這樣 沒什麼不直接 就直接跟人家說 為什麼為什麼 我說對人家不公平 對人家是不公平的 當然在這個 可能會影響他的一些名譽 或者會影響他的升遷 如果他被調查中的話 有時候升遷 長官也在考慮了 你跟利用調查中 不然雖然你表演不錯 但是你先按他一下 居長我說的事實的吧 不然你會考慮一下 你就有卡在按啊 這個價格不知道 不然你先按他一下 不然他用他的升遷的管理 不然他用他的名譽 這種種種都有可能 種種都有可能 但是呢 既然呢 他大落落的 所以說 很樂見於我們檢察局 有給他一個文說 這個沒有相關的 所指針的調查作為 跟怎麼樣 沒有違法委屈的事情 最少在你任內 因為你了解是這樣子啊 對嗎 對嗎 現在就差沒有了 古代差有 也要有正義嘛 總共是要有正義 我們這個 法治國家是要正義的 就是要證據啦 我是認為說 以後呢 這個我們局長 在督促我們這個 督察科的同仁啊 就辦案子啊 有關警察風紀啊 但我們這個 絕對不允許有不守法的警察 但是我們也絕對 不能冤枉我們任何一個 基層辛苦的同仁 對不對 所以他會像我陳情 也不是他那 也是很多基層 也就是說 你快去你去找郵件就對了 他會替你說我公道話 對不對 對不對 對嗎 啊 我在想 催促進情 進去那年 有的就是 如果有人說 我就說 沒人拿去啊 沒人拿去啊 對 有些人比較怕 怕穿 我們比較不怕 我們以前都 跡頭空間過來 他比較不怕 對不對 所以我認為說 他要這樣 這方式 一定要 真真正做於自己 本分的事情 不要亂不想 不要捏造 因為你是誣陷的話 假如是真的是牽涉到誣陷 那更要不得啦 奇心可諸啊 更要不得 對不對 所以我現在 不要證明是變成說 影響檢記基層團結的一個障礙 或絆腳石 像我講 現在真的 其實也有 有人說啊 我先不檢討一下 這個 督察科整個科的任務 就是在 直視警察風紀嘛 這邊再設一個什麼 叫做禁忌小組 我請教局長 禁忌小組到底什麼意思 這兩個字是什麼意思 跟一座報告 事實上禁忌小組 不是我們基隆市特有 各縣市大概都有禁忌小組 警政署他有禁忌小組 我知道 這是什麼意思 他就是希望 就是對於 可能有涉及 遠景風紀 相關的案件 有一個專責的小組 來進行查處 在警政署和各縣市 謝謝 那我們督察科不是整個科 都在處理 這個警察風紀嗎 那因為 偵查科裡面 他除了警察風紀 他還有包括特種警衛情務 還有其他相關的情務的查處 還有其他相關的這個業務 所以並不只有 是遠景風紀的一個查處 包括如何來 關心我們同仁的相關福利 也是我們 來鼓舞世氣 也是我們督察科應該做 那我這裡也沒有關係 只要是任務的需要 做任何的編組 這個我都同意 這就是一個原則 證據法則 互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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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拜託 我們督察局長 非常感謝 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我認為說 現在 我們 事件不好 我們的社會中 有很多失業的人 而且我們 政府也是有很多在打招 對中低收入的照顧 我們一定有一定的 那個 現金給互之類的 來幫忙 但是最近 有很多社會中 有很多 悲慘的事情 我用悲慘的世界來形容 有時候 一個小家庭 兩個夫妻 帶一個孩子 或是帶兩個小孩 當他很辛苦 他滑倒的時候 他一命說 他必須 沒有辦法去照顧兩個小孩的時候 他自己 去結束他的生命 順便把孩子吵吵的 人小孩一起出 一起帶去 共富皇權 這是人間的悲劇 我是不是 我是不是 建議說我們市政府 在中低收入戶 接近於中低收入戶 他整理非常不好 但是他還沒有到法定的 中低收入戶 的這一群人 我們願意給他救濟 我們定一個制度性的 對 用可行的方式 來給他做個救濟 我們請市長看 我這個建議您能夠怎麼樣 請市長回答 好 謝謝 游議員 的這個指教 我想游議員提的這個課題 非常重要 也非常嚴肅 過去我們對於中低收入戶 政府已經在社福的體制上 建立了一套標準 那社會跟政府的一個資源 我想目前應該可以給他們 比較完整的一個協助 但是由於整個社會的變遷 其實現在在所謂的非中低收入戶 也就是大家所講的 在這個中低收入戶的這個標準 以上一點點 這個叫做所謂的社福的邊緣戶 也就是政府的制度性 的一些照顧的資源 沒有辦法 這個有制度性的一個協助跟照顧 所以形成弱勢中的一個弱勢 那所以我非常贊成 游議員的這樣的一個建議跟想法 那其實在我上任之後呢 我也就指示我們吳廷峰處長 針對邊緣戶應該立即給予協助 那並且試圖去建立一套 機制性的一個救助的一個系統 這一部分我們已經做的部分 等一下請吳廷峰處長來做補充 但是我在這邊也要回應 游議員的這個建議 我非常的贊成 所以我也在這邊宣示 就是我們金融市將會全面的擴大 對弱勢邊緣戶的一個救助 並且會建構相關制度性的一個機制 來給予協助 更重要的是 除了生活上的一個救助跟協助之外呢 其實邊緣戶最重要的 不僅是家庭的一個功能 的一個再造 更重要的是要給他們希望 也就是他們的孩子 未來是能夠有所發展 所以我想在這一部分 我也會要求我們教育處 特別特別重視 來關心這些邊緣戶的孩子 就像剛剛游議員講的 有的家庭他可能就把這個孩子一起帶走 但是事實上這個孩子不只是爸爸媽媽 他們個人所謂的擁有 其實孩子也是國家未來的希望 也是國家的資產 所以我想對於小孩子的一個 教育的一個輔助 包括實質上的一些文具物品的一個協助 但是我覺得這個還是不夠的 因為現在的教育的資源相對的需求比較多 所以未來也許包括客服 或者是一些數位學習的機會 我想這個都是未來我們應該給予協助 給他們希望他們才有未來 才有繼續走下去的一個勇氣 我想這是我的一個想法 我們會來努力 至於我們已經做了一些細節 我想請吳廷峰處長來簡單做一個說明 謝謝 非常謝謝這個郵議員的垂巡 那關於特別關於這個擴大弱勢邊緣戶 這樣的一個協助的一個方案 我想就是說這個是我們指出我們現行制度上面的一些問題 為什麼這樣說呢 就是說我們現在的不管是低收或中低收 它都有相對應的一些給付跟津貼 不管是生活上或就醫或者說就學等等之類 大概都有 那比這個貧窮現在高一點點的那些人呢 反而就這個在照顧之外 那據我們的統計 去年大概申請這個疾難救助 然後還有這個在整個申請這個低收跟中低收被駁回的戶數 大概是900戶 那換句話說我們剛剛所說的這個擴大弱勢的關懷 我們就先把它界定在這個900戶裡面 那我想大概有幾個東西可以做 第一個的話就是說我們盡可能讓這個灰色地帶能夠透明 那大家透明的話就在這個整個通報上面 我們可以在這方面做一些加強 就如您上次所提到的 就是說這個如何能夠結合民政或結合教育 在他們的整個一個家戶生活上面能夠掌握得更完整 我想這個是我們這個之後可以去努力的一個方向 這第一個 那麼第二個的話是說 針對他們的整個一個經濟上面的協助 我想最重要的就是經濟問題 那大概分兩塊 第一塊的話是目前的做法 大概第一塊就是在現金給付上面 就是擠難救助 那擠難救助的話我看了一下資料 我們過去我們基隆市的狀況大概 擠難救助的今天大概都3000到5000左右 那事實上這個東西是不是符合他們真正的一個需求 那這個上限額度能不能把它稍微提高 不過這個提高不是難發我先稍微強調一下 這個提高是說基於這個社工的實際的生活 所以我們有很多需求的評估 是不是有比較大的一個採量權 從採量權角度來看的話 是不是可以這樣子 我想這個東西是我們在演繹的一個方向 我想這第二個 那另外一個是這個非現金給付的方面 那我們這個從去年9月我們推這個幸福箱 我們就是把蓋上要拜拜的東西把它收收 那把它標準化 這個箱子裡面有12樣東西 包括沙拉油 包括麵粉 包括米 然後包括這個醬油等等之類的 就把當作食物送出去 那這個東西事實上也結合了里長的一個力量 然後結合了企業的力量 那目前的話這個效果還不錯 然後再結合我們既有了兩個食物銀行 這個一個在這個七堵 然後另外兩個在中任區 那下一個會在安樂區 按照這個人口分佈狀況的話 那我想就是說在這個整個一個食物上面 跟現金方面 以及在通報方面的話 目前我們思考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先跟郵媛做報告跟說明 好 謝謝市長跟次長 市長 你如果去外面 在每一個場合 大家都會用一個稱呼 來說你是基隆的大家長 所以說每一個需要幫助的小孩 都是你的小孩 我建議市長希望能夠在民營的預算裡面 能夠編列一些財源 來救濟這些最辛苦的需要幫助的這些人 因為民營代表經常會接到一些求助 一些選民服務 我們也了解他真的是很困苦很困難 但是礙於他在法令上條件上 他不符合不很符合那個條文的規定 那個中低收入條文的規定 所以他沒有受到政府的照顧 我也相信 我也希望呢 我們社會那個社會處 能夠在明年度 能夠提出相關的辦法 就針對於這一塊 提出相關的救助辦法 來送到我們議會來審議 謝謝 我想延續剛好我們郵議員的議題 我想要就教於我們社會處處長 我們郵議員剛才講是在所謂的現有的機制之下 中低收入跟低收入的補助之外 有沒有機會我們再把範圍再增大一點 對於所謂邊緣戶就是說 法令所顧及不到的相關的這個 那個家庭來做補助 那我們覺得利益非常良好 也聽到我們市長很正面的一個回應 但是同樣的我想問一下我們 吳處長 以104年度跟105年度來比較 你可不跟我講一下 目前中低收入戶跟低收入戶 合定的變動值 你有沒有這個資料 合定的變動值 也就是說104年假設是 anyway隨便 可能是1萬戶是中低收入 5000戶是低收入戶 那到105年有沒有變動的值 你手上有沒有這個資料 抱歉喔 因為我沒有這個 好那沒關係 因為我要講一個重點是 我想順便跟市長溝通一下 你先做沒關係 因為我們常在講 自從市長上任來 當然很多事情都做了很大的變革 而且都朝正面的去發展 但是老師 我們用台語去講 我當時要你做到老大 那有些觀念是 應該宣傳不足 或者是大家溝通的不良的原因所造成的 因為本期的服務處有大部分的業務能量在處理 所謂剛才所講的極難救助 跟所謂中低收入認定的問題 那我們長期在做處理 發現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可能是我們人手不太夠吧 或者是那個核定認定的標準 不依造成 也許今年我是中低收入 明年我不是的 或者我原本是低收入戶 明年被核定成中低收入戶 那我想我剛才要問的就是這個東西 在吳處長 你手上有沒有這樣變動值的一個相關的資料 處長 那個跟林明志林議員報告 那個去年比整年還增加1.2% 其實大概這個沒增加的意思 你說增加1.2%的中低收入戶還低收入戶 我們那個進行那個 你說中低或低收是吧 沒關係 我講的是 林明你坐下來 你坐下來 我要跟大家講的是一個原因 我剛才講前段的意思是說 其實有在做 人家看不到 而且順便幫你們摸 摸摸什麼 因為新的政府搞了 你們所有規定都改變了 也就是說 當初我可以 被認定中低收入或低收入 現在不行了 被處理掉了 那你現在 你手上有沒有接受到這樣的一個陳述 或申訴啊 報告 那個每年的年底的時候 我們都會這個 七個區的區公所 都會做這個低收跟中低收的一個總清查 那總清查之後會有結果出來 那結果出來之後 如果說對這個結果有疑義 那可以提醒這個申父 那我所看到的資料是 這個去年的這個資料 比前年還 增加1.2% 換一句話來說 大致上是持平的一個數字 以上說明 OK 我大概舉兩個判定的標準 給你做參考跟建議 因為在本期 接受到很多中低收入戶 或低收入認定的部分 有一個還蠻需要去做檢討的動作 就是因為基本上如果記得沒有錯 在他不動產的持有上面 那個低收入不能超過350萬嘛 是不是 不用站起來 你這個點頭或不是 是不是 剩下350萬 那現在我手上有幾個案例是這樣子 因為很多人事實上他手 因為租工要流下來的財產 不斷的被分割分割 但是沒有去做認定的結果 所以以往在所謂總歸戶的部分 他會秀出來是所謂共同共有 所謂共同共有的概念 但是在我們區公所 或者相關認定人員 他對這個概念不清楚的狀況 假設共同共有是500萬 結果他有10個人在做繼承 但是他因為沒有區分切割的關係 也許他500萬就被認定成同一個人 也就是說事實上這10個人共享這500萬的 這個地付的一個財產 但是他享受到任何權益 基本上他還是貧窮的 但是你因為認定他是 有500萬的共同所有的不動產的收益的話 你就認定他是非 非適用於所謂低收入戶的一個概念 所以他就被排除掉了 你手上有沒有看到過這樣的一個案例 直接看到那個相關的資料 對 因為我手上就有兩件 所以我拜託齁 我們處長回去之後 跟相關業管單位研究一下 如果共同共有這樣的概念 必須被釐清的話 麻煩你們佐點力 不要只要看到他是500萬 就直接把他認列成500萬 不曉得後面到幾個人再分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基本上 我相信很多人都很沒去申請這個中低收入或低收入 但是一旦去申請一定有他的需求在 不要因為這樣子被人家打破 而且因為明明條件是可以 但是在你們認定標準不一樣的狀況之下 產生這樣的問題 這第一個現象 第二個現象是我們常看到很多單親家庭 當然我們知道 當初有些人為了符合相關規定 原來結婚把它創作離婚 所以你們為了防堵這個東西 你們做一個機制說去認定單親家庭的定義 但是我手上有一件事 明明是法定裁判離婚 他們確定是已經離婚了 你們硬把它列為同居關係 把它認列進來他們的收入 所以原本照理講 是離婚狀態的狀況 這個單親媽媽 撫養了三個小孩 他基本上是可以領低收入 但是因為你們認定的關係 把他的前夫認定進來之後 把他的前夫的所謂的收入能力 認定之下 他變成不能去為低收入戶 我覺得這個也必須被你們探討 因為很奇怪 法院通常是你們行政單位最後的判準依據 結果你們居然不採用 所謂法院的裁判的認定 這我希望你們這部分 也要去做一個溝通跟檢討 我們強調重點是 基本上你們都是合意 幫我們的預算 社會服預算把關是對的 但是在把關的過程上 和你的過程上都有 有跟現狀不符的時候 事實上你們要必須做調整 我剛才說的有強調這個東西 你們是合意 不要讓他覺得說 欸 市長散任之後 原本很多符合相關規定的 變成不符合了 我說不符合本來就應該不符合 但是照理講 有些是符合的 你們因為你們沒有很清楚去清查結果 造成不符合 這也是我們造成的一個遺憾 我希望你們針對這部分要做改進 好不好 處長 OK 那我再多講一個東西 那個跟焦旅處有關係 我想問一下焦旅處理處長 我們在道路 我知道你們每個單位 每個科室都很辛苦 但我針對一下 焦工科的部分的業務 問一下 我想請問你們標限 標限的開口合約 你們今年編多少預算 如果沒記錯應該是600 680 去年編多少預算 差不多就是這樣 也都是沒有共同 這差不多維持平等的狀況 那我問104年的狀況 你們104年的交通 標限的開口合約 什麼時候發包出去 去年我如果沒記錯 也差不多4月左右 幾月 4月左右 4月左右 什麼時候這個開口合約的扣搭用完 差不多只用 只能用到半年 半年也是我們換算大概10月嘛 對不對 所以我幻想 我設想的狀況 以去年來講 應該講前年好了 103年度 如果發現我10月份之後 發現我標限 需求存在 我必須拜託你們來畫標限 以紅線來講話 我如果 11月發生的案子 我可能要到 隔年的4月到5月 才有辦法畫嘛 如果照這個方向是這樣 對不對 我們趕一點的話 可以請他第一次派公 差不多3、4月得標以後 那也是算算要半年嘛 對 也差不多5個月左右 為什麼提這個現象出來 就是說 處長 你們有沒有覺得你們的 標限的 開口合約的 這個預算 明顯的不足啊 你只能支應半年耶 是 為什麼你們都沒有想辦法增加預算 在編列 在編列預算的時候 都沒有想辦法增加 之後 後續我們來檢討 對 我要強調這個重點 其實 你們很怕命很認真 這兩個狀況 兩個心態啦 一個就是說 根本錢就不給你 所以你沒辦法做事情 第二個是你們要偷懶啦 你說說3月4月發包之後 10月就做完了 中間算都在休息耶 你們變沒有事情做 所以我嚴重的要求你一件事情 就是說 未來下一次的預算 我剛才特別發現一下 你們的追加預算 沒有看到這一塊 我記得私底下 我有跟你請教過 你跟我講事實上 預算是不足的 都知道不足還不去編 我相信在正常 我們市府單位需要 我們市政府需要的任何的預算 我相信我們議員都會非常支持 只要用到對的地方 拜託你不要怕 用把它編上去 我相信我們很多 議員的同仁 議會同仁都會支持你的 好不好 加油 上一次的那個實行 市長講說要比較注重這種道路 道路跟交通 那麼也確實 我們道路跟交通 從過去的22名提升到第9名 那麼 本習今天在這裡要講 道路交通以及觀光休閒 以及觀光休閒 我們都知道 現在的這個騎腳大車 騎腳踏車的風氣 非常的盛行 非常的盛行 尤其我們議員 我們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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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仁 也經常都騎腳踏車在做運動 在做運動 那麼我們看到周遭的城市 像台北市跟新北市 他們針對這個自行車路網 做得非常的好 做得非常的密集 那麼 我們也看到新竹市 他們因為設置U-BEC 公共自行車的這個租人站 也獲得非常好的一個好評 非常好的好評 那麼本習在這裡 今天要講觀光休閒跟道路交通 就是說我們濟洪市 大家都知道是一個山海的城市 那些人是很漂亮的 包括我們的地質公園 我們的那些那個道路園 以及我們外幕山這個海岸風景 可以說 一個人這麼漂亮的城市 如果我們能夠有非常好 而且又可以讓所有的這個市民朋友 騎腳踏車的朋友 他們能夠透過我們基隆市 所建置的這個腳踏車步道 然後讓他們能夠達到運動 然後又能夠欣賞到基隆市的城市的一個美景 我想這對基隆市未來 這個觀光休閒會有非常大的幫助 那麼最近我在坊間 這個媒體上有看到 其實全國的這個自行車好友 他們甚至於將基隆市 是認為是不友善的一個城市 不友善的城市 那麼我想可能我們市政府的一些宣傳方面 可能做的不夠 或者是說整體的這個硬體設備 也沒有做到讓所有的市民朋友 能夠達到這個滿意 所以說本席在這裡要建議 我們市政府 據我所知 我們市政府也有幾條非常好的自行車步道的一個規劃 我想是不是藉這個機會 我們市政府將我們未來要建立的這個自行車步道的一個幾個方向 比如說我們東岸是到海科館西澳到萬里 以及甚至於從市中心一直走到舊鐵路 竹子嶺過隧道 然後一直到大台北地區的這個自行車路網的一個連結 這個部分是不是請我們交理處長詳細說明一下 跟郁州報告 就是針對這個自行車的部分 事實上我們現在有幾個已經在做 就是說事實上我們要做這些U-Bike這些動作的時候 事實上要把這些要先基礎的設施要完善了 事實上我們現在已經在積極的辦理 那很明顯的話就是在東岸的那個 東岸在海邊的海濱的那個自行車步道的部分 我們經費已經到位了 那現在在規劃設計 預計我們在年底之前就可以完成 那差不多在萬海像那個 我們跟縣市交界一直做到那個余會的那個大樓那邊 事實上這個部分我們年底預計就可以完成 那在西岸的部分的話 事實上北關的部分的話 我們也積極跟它合作 那目前為止可能也規劃是在湖海灣 一直到那個新生地的那個部分 就是海新游泳池旁邊的那個部分 那那個部分也完成了以後 那事實上這兩個點完成了以後 那那個U-Bike的部分的話 我們就可以把它建立起來 那或者是說用假地借雨地環的方式 那個都可以run 那另外這兩個部分的話 就是在連接到市中心的部分的話 我們在公路的部分的話 已經有標示標線的部分 我們現在在執行 那另外的話 自行車的那個在淡水河的部分的話 那現在公路處在執行 那這幾個好了以後 就可以不要建構起整個基隆市的自行車的路往 謝謝處長的說明 我們既然有那麼好的規劃 有那麼好的規劃 我想我們應該是G級的G級 向我們體育署來做證據 來做證據 既然在網路上 有那麼多自行車的好友 他們因為喜歡騎腳踏車 喜歡來基隆遊玩 然後喜歡看基隆市的山水 尤其基隆市 村長你請坐 尤其基隆市的很多景觀 它都是世界級的一些景觀 我們都知道曹晉公園的日出 以及夕陽 或者是外幕山的一些景觀 這些全部都是世界級的一些景觀 如果真的能夠好好的 透過我們自行車車路往 能夠跟大台北地區的車路往做連結 然後做好好的一個行銷 我想這個會對於讓所有的自行車好友 對於基隆市的這個不友善的城市 我想它這個觀念會整體的一個改變 會整體的改變 我想對於我們這個休閒觀 也會有非常好的一個注意 在這裡齊美 我們這個處長好好的加油去努力 盡量跟中央體育署來做爭取 來做爭取 另外的話 我就要談一下交通 這個交通我們都知道 我們從台62線 台62線 一直到我們武勝街 街這個內寮路 內寮路就是北濱公路這一段 其實這一段可以講說 目前每逢假日必塞 每逢假日必塞 而且道路的這個路面狀況 也非常的糟糕 也非常的糟糕 那麼其實憑良心講 在基隆市的各個街道裡面 外來客 外來客 尤其很多希望北海岸易游的 不管是從其他縣市 他們來到基隆 他們在基隆市的道路上行走 可能就只有短短這一段 可能就只有短短這一段 但是如果這一段做得不好 讓他們感受度不好 那這樣子的話 會對於整體 他們外縣市的朋友 對於基隆市 這個整體的一個道路 跟一個施政的一個觀感 會非常的不好 那麼本席在這裡 我想請那個交理處處長 針對塞車的部分 我們如何去改進 如何去處理 如何去讓這個塞車的狀況 能夠有一個改進 那另外我要問一下 那個我們那個商務處長 那個公務處 針對路面的部分 現在憑良心講 我每天在那邊行走 大陸上都是補丁的方式 都是補丁的方式 也讓路面上的話 也是非常的狀況不是很好 不是很好 那在這裡的部分 我想請那個我們 公務處處長 你待會也要講一下 到底我們基金一二三路的部分 這個路面 我們如何整體的做一個拋圖 在這裡待會請你也說明 我們先請交理處處長 針對這個基金二三路 這個道路擁篩的部分 我們如何用短中期的方式 將它來做一個改善 我們是不是請那個處長說明一下 根據做報告 事實上基金一二三路 其實我們蠻頭痛的 因為這個地方的通過性車流很大 其實不是到基隆 它主要是到金山萬 所以通過性的車流蠻大的 所以在軟體管理的部分的話 我們已經跟高工局還有公務總局那邊 就是它相關的CMS 資訊可供標是主線的 如果下去篩的時候 我們會有一些篩測資訊會提供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在硬體的部分 事實上那個交理處還有警察局 我們都針對這個部分也會看了幾次 那目前為止比較初步的話 就像類似像在基金三路26號 還有基金三路還有武訊街口 還有基金三路加油站前面 還有基金二路5號前面這些 交通島的這些部分 短期的部分的話 有一些措施已經都會看過了 那也提上個月的那個檔案匯報過了 所以這部分我們短期會來執行 那比較大的工程的部分的話 就是在台六二跟基金二路的交叉口 那個部分的話 那個調波車道的部分的話 那個我們要找公務總局來協調 那整個中央分割島是不是要把它切除的部分 這部分我們來跟公務總局來協調 這個假日的話 其實我們都知道 假日大部分早上就是由基隆往萬里的方向 就是篩得很嚴重 那麼晚上傍晚一直到晚上 就是從內寮那邊往基隆方向是大賽車 是大賽車的 所以本席在這裡 我是認為說這個調波車道的這種方式 可以將早上進去晚上出來的這個車道線 就是早上如果透過調波車道的話 可以讓進去的車道多一線 或者是晚上的時候出來的時候多一個車道 所以我想這個對整體的這個交通道路 會有非常大的一個幫助 對整體的一個疏散車流方面來講 應該有非常大的一個幫助 所以本期在這裡 我要求我們處長 在這個會期之後 G級跟中央公路總局 來要求協調跟協助 盡量將這個調波車道的這種方式 盡快能夠在短時間內來做一次 然後來改善我們這個基隆二三路的一個車流 在這裡謝謝處長你請坐 好 那我要問一下那個張處長 張代理處長 那個針對那個現在基隆二三路 這個路面這個補丁的這種方式 其實真的是很難看 尤其這個是代表基隆市的門面 剛剛那個交理處處長也有講 整體上台一講的話 外縣市的人非常多的這個朋友 都會從那邊經過 我想請你簡單二要講一下什麼期程 我們可以來做前面的一個鋪陳 跟洪議員報告 基隆二路從中油的加油站到台62線這一段 大概來回的那些車道的部分 我們今年度有納到要跑步要改善 然後另外我們也有在思考說 因為整個基隆公路原來就是神道 也是公路總局委託我們代管養 我們也在思考可能地方政府 到底有沒有能力去負擔 像這麼嚴重的交通問題 跟道路路面品質問題 我們會思考說 再跟公路總局那邊去進一步去洽談 以上說明 處長不用思考啦 既然是神道的話 他違為我們代管的話 最簡單啊 你違為我們代管就是錢來啊 你錢沒有來怎麼代管 所以這個部分本席真的要要求我們公務處 既然是神道我們是代管的話 使用就是管理者我們代管的話 他當然要付費給我們啊 不然我們就是平白無不得替他做代管 所以在這裡本席就要要求你啊 積極向公路總局要求經費啊 你說那個台六十二線到中油這個部分 今年度會重新鋪設 那麼本席是希望說是整條鋪設啦 積極一二三路都整條鋪設 既然是神道的話 這筆機會我們要求公路總局 積極來做協助 有沒有辦法做到 沒有 跟洪議員報告 因為之前跟公路總局談的話 他都是用 既然被當唐塞 變說已經 納到我們一般市民的輔助法 既然當唐塞的話 現在立委也是 我們黨是立委啦 我們會繼續努力來爭取啦 在這裡我們是希望 到時候請市長跟我們立委 積極跟中央要求啦 既然是神道嘛 原本就是他們的業務嘛 我們既然是好意幫他們貸管 那既然貸管的話 費用當然是要由他們支付啊 所以本席在這裡要求我們那個 處長 會後之後立即要求公路總局 會跟他開位 要求他們這一筆機會 一定要到位 然後儘快在最短的時間內 將GG123路啊 甚至於如果神道的話 也發生到賣金路啊 全部做一個整體的鋪設 應該是沒有問題吧 好 會有趕快積極辦理 謝謝 文化局本期長 本期請問你 是不是成功 制止那個阿根納造成長移植 被拆除了命運 接下來有沒有比較具體的構想 期待4月1號有積極的作為 合作 這個議題操作以後 保留下來 其實翻會在那裡的 說不過去 到底以後你有什麼 阿根納納的 我們去考察以後 你有什麼比較具體的構想 4、5發展的經典喔 比積極一點才不會 給北京濕榮 那時候本會同城去考察以後 大家說 你算是古蹟也不是古蹟啦 那時候我 留下來說 問我還要主宰 你有什麼 你建議 有什麼股體 股體的 把它造成一個比較亮點 對 重振企業 還有海國館 海市 海產館 連結在一起 理事 沒有什麼 比較積極的 進行 你具體的回答一下好不好 好 謝謝 陳議員的垂巡 那我想有關阿根納造船廠 移購的這個事情 那目前這個阿根納造船廠的移購 在那個文化資產方面 其實它現在是所謂的 暫定古蹟 暫定古蹟 那整個程序是這樣 就是說上次我想 各位藝座也都到阿根納造船廠 去做了現刊 那它暫定古蹟之後 那那個文化局這邊的動作呢 就是我們召開了兩次的專案小組會議 那其中第二次的專案小組會議 我們也邀請了那個就是 土地所有權人 台塘還有目前那個成租人 的這個成租戶 他們一起來參與我們第二次的 這個專案小組的會議 那在會議中呢 成租人這邊它有就這個阿根納造船廠 未來他們在那個開發案的 這個規劃裡面 怎麼把這個阿根納造船廠 這個移構現在的意象 把它納入它的那個 整個那個開發的這個計畫裡面 那也讓那個文資 這個我們這個專案小組審查的委員 了解到這個業者這邊 他們在未來這個開發的構想 跟文化資產保存的怎麼樣去融合 目前的狀況是這樣 那經過這個兩次的這個 這個專案小組審查會議之後 我們會就這個業者 所提的一些相關的市政 那我們會一併把那個報告 送交這個文資審議的大會 讓這個那個文資審議的大會 去判斷這個阿根納造船廠移構 是不是要給他文化資產的身份 那這個案子其實要分兩個部分 那文化局這邊要處理的是 這個阿根納造船廠移構 未來在這個文資身份的認定 那另外一塊就是業者 他那個那個阿根納造船廠 是不是有文資身份 那他都要在他的開發案裡面 把這個部分把它納入 那我想這開發案的這個部分 可能就會跟那個本市的其他 局處的業務有關 以上跟議員做說明 好 謝謝 我相信市長以事務團隊 對佐宗協調人力和智慧 我想這東西既然 他就要拐拐的行 既然我們去考察那麼多事 結果不行 說不通過 對背信對電影的 說不夠再不通過 只有今天那邊 以為阿伯都不要考察了 你看有時候怎麼樣 那是昔老東 根本就是打工 希望能做所有的能力產 想你肯定 市長 我想民進黨團的議會總質詢幾個小時 很快就快到了 就快過去了 那我想說你這幾點前有的中間 黨團的成員大家都很努力去找出料 如果對我們所謂的政務官和事務官 有很多很多的要求跟鼓勵 那我想黨團啊 基本上都是會跟市府團隊一樣 都為了我們基隆志好 在共同的努力 尊敬一句話說 身在府門好修行 身在公門好修行 我想每一個公務人員 來擔任政府官也好 事務官也好 這個機會應該是 對我們老百姓做事 最好的一個機會 最好的一個機會 整個市府團隊的進步 其實老百姓點滴在心頭 有目共睹 大家都看得到 其實數字也會說話 我們看元件雜誌 這個月期很多黨團新聞 有講到元件雜誌 這邊六月份的報道 最新的報道 整個市府團隊都有在要進 都有在進步 這就是 對我們最好的一種勉勵 最好的鼓勵 當然 好還要更好 我們認為這樣不夠 我們認為這樣不夠 我用一個例來講 或許老百姓的小確信 有可能就是 對 這個老百姓的小確信 對金國普羅大眾來說 就是很重要的事情 我用一個例子 5月26號 上個禮拜四 上上個禮拜四 我們安一路 三百四十四巷口 安一路三十四巷口 剛才在中山橋那個地方 有一組紅綠燈 那一組紅綠燈 我們跟議長 還有我們中山區的四個議員 共同努力 二十年 二十年 我們要求那個地方 要設置紅綠燈 因為那個地方 是車禍經常發生的一個地方 過去曾經出重大車禍 都死人 很多人 很多民眾都在那邊受傷 但是二十年來 不可得 沒辦法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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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紅綠燈沒辦法做 結果我們很高興 在我們李剛處長的努力之下 完成了 完成了 5月26號 那一天啊 我們林市長也去參加 參加什麼 紅綠燈的啟用典禮 紅綠燈的啟用典禮 小小的一個紅綠燈 紅綠燈的啟用典禮啊 竟然啊 那一天啊 整個啊 當地的民眾 兩個里長 還有包括所有的民眾 福老西佑 通通來參加 紅綠燈旁邊還放了花圈 又弄了啊 兩大串的鞭炮 在那邊慶祝 慶祝說 這個紅綠燈 終於在林市長跟李剛處長的努力之下 這個紅綠燈啊 啟動啦 啟用啦 結果我們問起來是怎樣 過去20年沒辦法做是因為說 中山橋的橋板啊 太薄了 那如果就是說你要用直立式的這種紅綠燈啊 一定要啊 要定在這個啊 地上 因為它橋板太薄了 太薄了 我就請教李處長啊 那能不能用吊掛呢 高速公路也有很多吊掛的紅綠燈啊 他說有啊 可以啊 我們可以找外縣市的這些廠商來 來承包啊 當然他也很努力 兩三間公司都沒辦法做 不然他找到一家來做 這個李處長的努力啊 所以你的努力 數字會說話 這一次的遠見雜誌你看 所有的休閒觀光 道路交通 你是進步最多的 進步最多的 你看一個紅綠燈 小小的一個紅綠燈 一個啟用典禮啊 這麼多人很歡歡喜 然後我們在那邊倒數 市長還有跟我們這些名義代表 還倒數計時 包括我們議長 十九八七五四六一 這樣走過經過紅綠燈 紅綠燈開始使用 一個小確信而已 撈背水就得到很大很大的 一個那個啊 很大的狂威說 這幾十年不會改過的事情啊 幾十年不能解決的啊 但是我們腦筋是外的啦 外國灣啊 想一個人說 啊 這樣可以啊 不能用定的 我們可以吊掛嘛 可以吊掛嘛 居然啊二十年內啊 都沒有人有辦法處理 所以說喔 李處長你的打招 其實大家都看得到啦 看得到齁 這個 所以我想說在這邊來請教市長就是說 你針對黨團的這一些總執行 你個人有什麼看法 市長你請說 好 謝謝 這個總召還有各位黨團議員先進 我想這幾天黨團的一個質詢 給我們非常多的一個建議 我想在幾個層次 第一個是在政策的一個層次上 我想給我們許多的一個建議的方向 那這個也是我們未來要去努力的 包括這個整個港區的一個發展 以及剛剛今天早上這個 郵翔議員有特別提到的 這個弱勢的邊緣戶的這個議題 我想這個都會是我們未來 這個努力的一個方向 我們也會希望在今年106年的一個預算裡面 來把它編入 還有像上個禮拜 大家所關心的這個都更的這些議題 所以這是第一個層次 那第二個層次 我想市府 其實在很多的基層或者很多細節 不一定能夠關照得到 那也非常謝謝黨團的一個提醒 那像前幾天 洪森友議員有特別提到 這個水族保持的這個違罪的這一部分 我想制度上或者規則上 如果有需要檢討與時俱進的地方 那我們會努力來做改進 所以像類似這些地方 跟民眾切身日常生活有關的 那平常市府不一定能夠注意得到 那這個當然我們市府也都依法行政 不過有時候法也必須要與時俱進 來符合實際上民眾的一個 實務上的一個需要 那這一部分我想我們會來改進 來做檢討跟調整 那是市府的權責範圍能夠來處理的 我們會盡快的在市府的權責範圍裡面 來做檢討跟改進 那如果需要跟中央 提給中央來做修法的相關的 一個這些項目的話 我們也會盡快的把地方的意見 轉達給中央來盡快來做全國性的 一個修法的一個動作 我想最後還是再一次謝謝 這個總召以及所有黨團的先進 謝謝各位 我想白齒乾頭更進一步 那個政府官沒有藍綠 只有四輝 只要把老百姓擺在第一位 那做一個最會協調溝通的一個政府的話 我想我們啊 自從我們將來 團隊要進步的話 可能還會更好 會更好 那我們未來啊 的這個民調啊 一定是 成績一定會越來越進步 我想時間也差不多了 在這邊祝大家 共同努力啦 為了整個基隆市啊 大家白齒乾頭更進一步 好 我們時間到 我們休息五分鐘 我們下 下一段由楊時辰 楊議員的市政總質詢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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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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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人 感谢观看 要不要跟他做行銷 但是在漁港 漁港的整個周遭的環境 看起來是比較落後的一點 我們知道我們東邊這個中正區 有這個必殺漁港 他已經除了漁民的這些漁船以外 他現在也慢慢發展到遊艇 一些海上的遊戲設施 已經在那地方 已經做差不多完成了 整個必殺漁港 已經差不多幾乎是完成了 就差東風 差東風就是客園 我們客園如何讓整個人 讓以前對必殺漁港印象不是很好的客群 能夠回禮回來 這個是重點 這個是東邊的部分 那西邊的部分 我們是希望市政府在外木山做 做適當的整理 適當的規劃 把它做為類似這種休閒的漁港碼頭 休閒漁港碼頭有什麼好處呢 帶動的地方 他的這些住家的商業行為 而不是只有漁獲而已 我們知道平常我們看這個漁港呢 人漁稀少 人漁稀少 就算假日 有個假日什麼漁獲市場 這個其實人漁也是很少 除了幾個少數的 在那邊年輕釣魚的那些人知道在這個地方消費以外 都不知道 以前我自己記得高俊鋒那時候當處長的時候 他有這個 這個 mini tour 他有到這個地方外木山來的時候 我都希望說 他能夠到漁港裡面來做就消費 那我不曉得我們市政府在做導覽的時候 對於我們機動室做導覽的時候 也沒有把這些遊客帶到外木山去做導覽 但是我認為說你如果現在去導覽的話 其實來講還太早 為什麼 因為你還沒有規劃好 在你如果說將來規劃好的時候 你能夠帶引更多的人潮 到我們外木山去做導覽活動 外木山其實它非常非常有很好的特色 除了美景以外 還有一些這個水底下清澈的這些一面 跟其他的縣市那個海岸是不一樣的 外木山的海底是非常清澈的 很漂亮的 所以很多的這些潛水人 到我們機動室到外木山去做活動 我們也看到很多的這些潛水器具人 也在這地方做的生意都不錯 那海岸這個地方 我們希望說你市政府針對漁港的部分 你將來有什麼計畫 你能夠在這地方提出來說 針對外木山的部分 你將來有什麼想法 請市長你發表一下 謝謝 好 謝謝楊議員的指教 我想這一部分會涉及產發處還有交流處 第一個是整個漁港的一個發展 這一部分等一下請您處長來做說明一下 另外第二個是剛剛楊議員有特別提到休閒的一個發展 跟整個外木山狼帶的一個銜接 這部分請李光處長來說明 謝謝 謝謝 謝謝楊議員的指教 那個外木山 當然我們現在大概要先處理一個問題 因為外木山現在目前 是所有的漁港裡面大概是船 船算燒數最多的 117艘 幾乎大概是客滿 沒有其他什麼空地 但是為了我們未來要發展休閒油氣 所以我們現在是有跟漁民那邊達成一個共識 因為當初以前那個船要涉及在那個地方 才能夠在外木山登記 但是這樣的話變成說 那個地方的話變成說未來會受限 所以我們現在跟漁民去做溝通 希望他能夠開放 未來希望那個兼營休閒娛樂遺傳能夠進駐 這個大概是我們未來開放方向 第二個他旁邊有一塊廣場 這一塊的話現在我們已經跟那個北關已經達成共識 希望他們有再做一個規劃案 他們現在初期規劃案 原則上他有跟市政府這邊做溝通 大家已經朝了那個方向 那邊會做一個休閒服務中心 那也可以帶動一些那個自行車的一些遊客 到這個地方他有一個旅遊服務中心 那也提供他一些飲食的遊樂的那些設施在那邊 這一部分大概我們初期已經有規劃出來 未來長期的話原則上那個地方大概會走VOT的路線 那順便就會連那些漁村那邊 我們目前已經有在做一些規劃 希望那邊的話會把它整合 包括現在的假日儀式 原則上恢復它的功能 他本來在那邊現在有在做假日儀式那部分 現在有點零零落落 我們未來也希望他一併把它納進來 然後以地方他裡面的一個深度的一個漁村的理由 也能夠去輔導當地的居民 在那個地方能夠做一些生意 這一部分目前我們都在進行相關的規劃 未來會全面性的去做一些檢討 然後跟發展 以上說明報告謝謝 好 謝謝 那我們請教理助 根據做報告 就是我們從端點從外木山旅港那邊先看 就是社區那個漁村的構想部分 社區營造部分 都發住已經有在相關的慢慢的推動 那第二個是那個海埔犧牲地那個部分的話 未來的話我們會有一個構想 就是除了開發行為以外 他會做一個端點就對了 那就是有一些停車的行為 這停車包括一些私家的轎車或是自行車 在那個做一個端點 然後再串連在整個廊帶 然後到湖海灣那個部分 這中間也包括那個自行車道 他整個也要把它補起來 那這部分已經有跟那個北關處 都在整體的構想都有在討論 那另外的話就是也會透過一些步道的系統 往上銜接到情人湖 那這部分都有在討論 那未來就是這整個廊帶的那個構建的話 會比較完整 謝謝您回答 那我們知道請坐 那聽起來就是說 您的產發處跟交理處 你們兩個要充分的配合 將來再推動我們的漁業的觀光產業 希望對我們中山區是有幫忙的 因為我們早以前知道 整個的重心是在中日區的發展 中山區的發展是落後去多 以前有要一個VTOT案 就是您說的這個廣場的部分 那個海埔新生地的部分 但是一直流標 BOT一直流標 流標是說當初設計的東西 是不符合人家的投資者的意願 所以到後來不了了之 閒置了十幾年 非常可惜 在這個地方 是很空曠的地方 它適合停車以外 還可以做這個商品的展示 展示 還有可以辦理各項的活動 那我們知道說長永 我們四千公尺長永 每一年的海永 通通在這個地方來舉辦 那也帶動了很多的人 到我們這個外幕山來 等於說是棉被的觀光 那長期辦下來 市長也去參加了去年一次 今年還沒有開始 那我倒想想知道說市長 你對我們四千公尺 還有辦理活動 他的優點跟他的缺點在哪裡 優點跟缺點在哪裡 因為辦活動就是要講求他的效益 效益的是好的東西我們繼續推 不好的東西我們如何去改善 我希望聽一下市長你的想法 謝謝 謝謝楊議員的關心 我想外幕山的長永活動 是對季龍來講是非常有特色 而且也已經舉辦多年 大家也都非常有經驗 那不過他的優缺點大概是這樣 他的優點他是全台灣 現在在舉辦的長永裡面 距離最長的 那所以第二個就是說 因為我們外幕山的一個海岸 也是被評比為 全台灣最美麗的十大水域之一 那所以在那邊游泳 其實是非常舒服的一件事情 這個山海的一個美景 不過缺點是什麼 缺點是我們在相關的一些 硬體的一個設施跟環境 環境上說實在還不到位 有幾個部分 也就是我想補充的 第一個是 剛剛產發處跟教育處有在提到 外幕山、漁港的一個載照 這個其實是應該是整個要配套的 第二個是剛剛講的那個停車場 停車場過去為什麼一直流標 其實也是因為它整體的一個服務環境 還不到 那所以現在北關處大概 跟市府已經有共識了 這個地方會分幾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會先 這個編列預算把那個地方 規劃為一個比較適合的一個 好的停車的空間跟環境 第二個會提供這個比較 這個輕量的一些服務的一些設施 就是說可能可以吃啦可以買 這樣子讓它有商業的一個活動 那第二個部分其實也是整個 外幕山廊帶最關鍵的一個地方 就是我們從外幕山的這個停車場 到這個往前面走 就是經過兩個那個大油庫 然後這個左轉轉彎 要銜接到外幕山的這個 這個廊帶的時候 這個地方有一個瓶頸 有一個瓶頸 就是旁邊是事業的海堤 那這個地方也是 未來我們跟北關處要去討論 是不是要能夠 比如說像人行的步道能夠加寬 然後自行車道可以加寬 其實這都涉及到台電的這個事業海堤 未來能不能進一步來做調整跟修正 這樣子我們才有辦法從 包括剛剛楊藝元關心的 整個自行車道的建置跟狼帶 才有辦法從大五輪的沙灘 一路串連到我們外幕山的漁村 那如果能夠外幕山的漁村跟大五輪的漁村 跟沙灘兩個端點能夠建置好 然後中間的人行的步道 可以進一步串接起來 瓶頸能夠打通 我想這一條狼帶的一個營造 會是非常有魅力的 那外幕山的一個長湧 將會是在這個狼帶上 每年我認為是很重要的一個 全國性的一個活動 因為它每一次的長湧的人潮 大概是有超過三千人左右 三千人以上 但是它另外一個缺點就是說 我們從這個停車場 要下到這個游泳池的這個步道 或者說這個環境 其實是非常狹窄的 像這一部分就是 也是未來我們要進一步來改善 那另外就是在整個的游泳的 這一個過程裡面 在這個季節 剛好那個水母是比較多的季節 不過從去年開始 我們因為就是會進行幾個階段的一個清理 所以像在去年辦理的時候 基本上這個問題被排除 我想這是人力上可以來努力 那另外一個東西的重點就是說 商業的活動 商業的活動 因為長湧有時候 它就是來遊玩之後 因為累了就走了 所以我們現在也請交流處 跟主辦的這個單位 為什麼今年會變得比較不一樣 今年就是除了長湧的活動之外 會在漁村 在旁邊的這個停車場 會舉辦假日的一個市集 跟假日的嘉年華的一個活動 所以遊玩之後或者說 這個吸引外地的遊客 也藉由這個活動的一個宣傳 能夠進到漁村 那另外就是跟這個游泳的人 來做宣傳 就是如果他可以提早一天到 他可以停留在基隆一天 前一天就到基隆來吃啊來玩啊等等的 那另外一大 隔天一大早 他可以很輕鬆的 就可以到外木山的這個地點 來參加長湧的一個活動 那接下來就是說 在這個狼帶裡面 我們安排 從早上一直到下午的一些 其他的一些活動 嘉年華的活動 或者說市集的活動 或者漁村的一個活動 那吸引更多人 能夠延長 他停留在這個地方的一個時間 這個大概是我們現在的一個想法 謝謝 那個很希望 很高興的 聽到你對外木山的這個活動 有個寄望啊 有個想法 但是我認為說 你剛才講了一點 你講說 下水那個部分 是很狹小的 其實 我們市政府呢 是不許他們做的 就是因為有在辦理活動 這些海星的 這些陳勇的 這些長輩 他們自己掏腰包 把地方設施改善 做平台 然後做下水的步道 下水的這個階梯 這個階梯呢 是已經腐蝕不堪了 當然這些老前輩出錢出力 在為我們市政府 做這些市民 需要的這些改善 我們如何把我們市府的力量 在這個地方做改善 尤其在硝波塊上面 是非常平坦的一個整個地方 很長的很長的 從海星到一直到油庫 那個轉角那個地方 是很平坦的 非常一個漂亮的硝波塊 它在這上面呢 能夠架設平台 架設平台的話 對將來來 我們的遊客 在這地方 可以舒適的坐在上面 看海景 晚上 你會發現 那個地方變成一個廣場 在地方如果架設平台 還有清水的階梯 清水的階梯 不用像我們現在下去的時候 看到那個 坎坎坎坷那些階梯 那麼辛苦 在整個地方環境的改善 我們希望在市長的 這一陣內 能夠積極去推動 整個平台的架設 還有下水階梯的鋪設 這個將來是對我們金融市的 整個西岸的發展 就是有幫忙 另外呢 我們平常 平常我們在游泳的時候 夏日的時候 尤其這些小孩子呢 最喜歡到那個地方去游泳 那每一年都有 這個發生不幸的意外 在那個地方呢 我們市政府 除了麻煩這些 那些漁港救生隊 還有海星遊泳使這些人 來幫忙 做維護以外 整個海岸呢 我們會呈現一種 危機四足的狀態 因為尤其是 在颱風季節的時候 我們發現 還有人在那邊冒險遊泳 我真的是佩服他們的 這種 課難精神 可是對他們來講 是一種非常冒險的行為 我們除了在海岸的救生隊 我們必須要成立以外 對於呢 風浪比較不好的時候 能夠有阻止的這個行為 另外呢 在海岸邊呢 游泳的人 我也希望市政府 能夠呢 找一些業者 來承租救生衣 因為我發現 我們到國外去旅遊的時候 只要有下水的動作 這些呢 旅遊樂 他一定要求你 要穿救生衣 救生衣不穿 那是發生事情 那是你的事 但是 如果說 他下水 沒有穿救生衣 那就是你 旅遊樂的事 我們發現 整個海岸是沒有人穿救生衣 會游泳的人 不一定是安全 不會游泳的人更不安全 尤其在 我們這個海岸線 它什麼地方有漩渦都不知道 什麼地方會有暗流也不知道 所以 對於海游的部分 我們除了能夠關心 讓我們市政府 讓我們市民 能夠安穩穩穩的在這地方做海上游泳活動 以外 希望市政府 針對 救生衣 救生衣 還有救生員 配置 能夠來有所改善 對我們整個 基隆市民 看能不能有所改善 不要每一年都看到 有這種事情發生 這是本席以上的建議 再者我們講到中山一二路 一二路 它這一個海側的區域 如何去做改善計畫 我們看這個環港上圈 我們整個失敗 當然將來或許哪一天都會開始推動 都不一定 但是我們看到我們山側的部分 是屬於比較落後的地方 我們去看了這個 土耳其的博斯普魯斯過去的時候 你會看到兩邊 整個海峽兩邊的景色是不一樣的 一個是亞洲 一個是西方世界 西方的它那個建築物是非常的 這個看起來是雄利 非常的富利 那在東方的部分 就是亞洲型的 就比較屬於 看起來就是比較古老型的建築物 我們基隆岡進來也是一樣 你進來的時候看到 這一個我們東邊的建築物 看起來是比較新的 但你到西岸的 你會看的比較舊 為什麼 因為西岸早期比較開發 它的建築物都是屬於 以前的老舊的房子比較多 那除了這些房子老舊以外 它還有一個卡來的問題 一個地不是他們的 很多的地是港務局 有些地是軍方的 有些地是鐵路局 有些地還是銀行的 所以它在這個住家 這些住戶 沒辦法取得地上 這個地權的時候 土地它沒辦法取得的時候 那房子再怎麼蓋 它以後都不可能 蓋得更豪華 所以在整個全世界來看 所有的海港都是一個富裕的城市 除了我們基隆是不一樣的 這是我非常感慨的一個地方 所以 市長要新的作為 如何對我們整個西岸有所改變 讓西岸能夠再繁華起來 早期西岸呢 我們看了 只要一個房子 不要說二十坪 你只要有十坪的空間就不得了 十坪的空間呢 住的人呢 七八個人是少不了 二十坪住十幾個人是少不了 所以 在那個地方是 早期的地方是 人人希望再住進來 因為 它在碼頭工作的時候 它離住家更近 它可以看到船隻進來 以前電話沒有那麼發達 電信業也沒有那麼發達 以前所有人等工作的人 通通是要看船 它 你只要 在代班的時候 你可以離開 你只要可以知道船什麼時候進來 你馬上要 進入它的這個 碼頭區裡面去工作 所以很多人喜歡住在 這個 港灣的山上 他可以看得很清楚 哪邊什麼時候船有進來 因為船進來的時候都會有 鳴笛聲 那鳴笛聲的時候 他就知道說 我什麼時候 那個船要靠近的時候 我什麼時候要到 到這個碼頭去工作 是這樣子的 所以很多人 通通都急在碼頭 但是碼頭現在事業已經蕭條以後了 這些人呢 老了老 年輕的人 不願意在這個地方做 那個苦幹 那苦菜式 所以 在這個地方 變成一個 很老舊的一個社區 老舊的一個社區 除了老人以外 年輕人都 不知道外面工作 除了假日有回來 看看 看看這個 這個父母親以外 時間 大概你要很少看到這個 年輕人 我們這個里長呢 社區里長 服務的 通通是老人 以老人為對象 所以我在 這地方提出來 希望你做 在西岸 整個發展呢 能夠有所平衡 在我看東碼頭這邊部分 已經發展了 大家都在極力在增速 西岸的部分呢 看起來其實是非常非常 沒落 尤其在我們推動的 這個觀光游的季港的時候 看到我們這個景象 對我們基隆的印象 不會很好 這樣子不會很好 在這地方 我跟市長提出來 在整個都市的發展 不是只有說 只有東邊就好 西邊 西邊是 其實是最 一個 最好的一個港灣 你把這個港灣呢 要浪給軍中 那是你有想法 但是 我跟你講 最漂亮的一個港灣 浪給軍方來說 是 真的是 很聰明的一個做法 我認為 整個 海岸呢 要富裕呢 在於 我們基隆港的 牛丑港 浮雕槓 那個發威是最好的發威 它天然的港灣 我們小時候 還可以在那個地方做游泳 所以這地方可以提出來 因為 你在那個地方 你不是很熟悉 所以 我住在那個地方 我必須把我的感覺 跟你講 對你 將來呢 整個 開發的時候 有一點印象 有一點基礎 那 再講著這個基隆地標 基隆地標的部分 基隆地標呢 我之前 一直跟這個 前任的市長提的 基隆地標 整個區塊的發展 那現在 中山一路呢 113項上去的階梯呢 這個階梯已經都完成了 那整個 階梯兩側 兩側的這些圍牆呢 我希望呢 市政府能夠加把勁 能夠做整理 因為那個是 最一個天然的 一個 最好的 一個 捷徑 登山步道 東安 東邊呢 當然大家知道說 是中正公園 西邊呢 我也希望你營造成 西邊就是 這個基隆地標公園 那基隆地標公園 它可以延伸到哪裡呢 它會延伸到 這個花山町那個 教育電台 一直延伸到裡面的盛海 到這個 農控山 整個區塊 它是非常非常長的一個 一個狼帶 除了私人土地以外 私人土地以外 政府呢 可以應用的空間其實還蠻大的 私人的土地 它不會讓你做建設 但是 它是路過 OK 沒問題 在在於 最高的點點的那個部分 我們市政府是 沒有往那個地方是做思考的 就是那個教育電台 那個高塔 那個高塔上面呢 其實以前 它有一個 這個機槍台在上面 機槍台的後山 靠西定路 這個地方呢 就是 以前有的 巴浪 巴浪 所以巴浪呢 它是 夏天的時候 都會飄了一股 很香很香的 那個巴勒 那巴勒怎麼樣 為什麼 它在那個坡坎的地方 以前 我們小時候的時候 都知道要到那邊去拔 去拔那個巴勒 那多到 掉到地上一大堆 那個香氣 整個山上都是 都是巴的味道 非常非常好的地方 那我不曉得現在 那個地方被堵起來以後 整個 後面 後山的狀況是怎麼樣 就不得而知 所以 我認為說 在我們的 這個 教育電台 後方 下去的那個坡坎 我們市政府呢 可以做 這種 類似 這個 軌道車 軌道車 探下去的時候呢 可以讓民眾 下去那地方 踩 踩這個巴勒 踩巴勒 然後再讓它 坐上來 或是 直接就下去 然後從西定路 下去都可以 這是一個 很好的 一個 一個遊戲景點 可惜我們把它 那個地方呢 這個 給這個 教育電台 贊助 那個土地 應該是國家的 土地應該是國家的 那 基隆地標部分呢 它山上的部分 都是私人土地 但上面也有 一個 基槍台 那個基槍台的旁邊呢 我也希望說 你們市政府 好好去做規劃 不是只有 在規劃 這個整個 基隆地標 這個操場的部分而已 你能夠延伸到上去 上去的時候 它還有 很多的 這個零線 山 山上的零線 可以 看到我們 基隆的內陸 跟海 海線 看著這個景色呢 比你在這個 基隆地標 太平國小看的景色更漂亮 我不曉得市長 有沒有上去過 所以 我針對這個部分呢 市長 你對於西岸 西邊的 這個 中山一路 上去到 中山一路 113項 上去的這個部分 這個計畫 你有沒有 怎麼樣的想法 在這地方 能不能跟本期 講一下 謝謝 好 謝謝楊議員 我想 中山一二路 靠山側的這個地方 那過去當然是 有它的歷史的背景 有許多的 不管是碼頭的工人 或者說 有一些 這個移民的部分 居住 那 對我來講 其實它是一個 非常有魅力的 一個地點 其實 因為它有很多 市民的一個 居住的 這些小環境 還有歷史 還有這個 歷史的記憶在裡面 不過當然它的一個 我們台灣話說 卡路 就是說它的這個 路徑 是比較狹小 那這個 比較不那麼便利 但是它對楊龍來講 說實在是一個 非常好的一個景點 其實最好的景點 也是在那個地方 所以現在 我有請我們 都發處 就是對中山一二路 的這個 花山的山上 包括這個地標 包括這個 這個應該是 100 100多少像 130 這條巷子的 整個的環境 現在正在做資源的 一個盤點 那我想 接下來請我們 都發處 徐處長 就細節的部分 跟楊園 還有最新的進度 跟楊園做個報告 謝謝 好 謝謝 另外呢 我們 講到了這個 山上的部分 馬路邊 我一定在這個地方 跟你提出來 在中山一路跟二路 轉換那個地方 轉換那個地方 其實那個地方 很多的土地都是 這個清安宮的 那個地方 老舊 因為他沒辦法再整修 清安宮是租給他不賣的 如何 跟清安宮 去達成共識 在這個地方做 整個 大型的這個 規劃 這一點呢 我希望你市長 你出點力量 因為你 跟清安宮的 這個關係也不錯 其實 童勇 我有跟他講 童勇要做 他說希望 他希望要做 他很希望要做 問題是在居民的部分 怎麼樣的取得 他們居民之間的 一個最好的 一個平衡點 我希望市政府呢 能夠幫忙 因為我上次也開過一次會 反對的不會多 因為他們土地不是他們的 他希望說 能夠分到的部分 大概有多少 在那個地方 如果能夠整體開發的話 對中山一二路轉換那個地方 改善非常非常大 尤其在你中山一二路 拓關以後 那個地方是40名道路 40名道路的話 他如果 可以 在那地方做大型的建設開發 是不錯的 我希望說 市長呢 能夠跟 清安宮的 這個童勇能夠 積極的 請他幫忙 那我也 我也在 私人幫忙 希望說 我們把這個案子呢 能夠好好的推動 對於將來我們中山一二路 這個轉換那個地方 能夠有所改善 一方這個地方 給你建議 另外呢 我們現在看到中山一二路 拓關道路 最直接衝擊市民 生活許區的問題 就是停車的問題 停車的問題 我之前也有跟你市長提到 西六碼頭 出來那個菜和園 拓關道 他那個 冷凍廠 已經拆除了好幾個 市政府呢 希望你們 能夠 暫時的跟他借用 還有呢 中山一路 高沙橋旁邊 這些公路級的 這些土地 也能夠希望跟他 暫時借用 作為呢 我們市市民的 停車的使用 還有 建民街 建民街下方的 這個先洞隧道 能夠 暫時的提供呢 做我們市市民的 停車的空間 我希望呢 你們對這三個地點 能夠積極的 幫忙 解決我們市民停車的問題 我們在提到的是 以前 短期一直積極的 在推 在積極爭取的 這個是 中和路 的拓關工程 因為拓關工程 剛初伴侶的人 是我們的 旅處長 現在是個旅處長 他因為有涉及到 土地將來變更更徵收的問題 但是我不曉得 現在推動的怎麼樣子 好像是沒有聲音 我們有 邊這個 邊預算 去做規劃 那規劃了整個 將來的怎麼樣狀況 我們能夠 請不要聽 我們秘書長 對這方面的了解 讓本席 有所知曉 謝謝 謝謝楊議員 我想有關 中和路的部分 目前大概 整個 我們應該是講說 從 那個 大慶大成那一段 那一段 那一段目前整個規劃 是已經規劃設計完成了 那都市就要程序 也大致 都市要程序完成了 那我們大概在明年 就會編連儀順來 辦理用地的一個取得 那用地取得完後 大概後面就是工程 因為 現在公共工程的部分 大家用地如果沒有先取得的話 那後面就比較難取得 那 有一部分工有地的部分 工有地會去辦博用 那因為涉及到轉彎的地方 有些是私有地的部分 我們會辦理用地的一個取得以上 好 這一點呢 一直要跟你追的是說 因為我都一直沒有看到動作 那你在紙上 作業的東西我們是看不到的 我也希望在這地方 讓 讓這個事情 有所了解 那 中和路的部分呢 它的拓寬工程呢 是 破載沒燥 為什麼 因為 後面呢 接著一個幸福的水 基地又要開發了 我們 我們 所有的 醫院大家都知道 最密集的地方 我看來就是中和路 最密集的 它人口是非常多的 非常勇盛 那 在於呢 中和路呢 那地方有一個國小 就一個國小 這個國小呢 人呢 特別多 地方 特別小 那 西湖水泥將來以後 在地方做造 再蓋好的時候 我想那個國小 更不堪使用 更不堪使用 那 我們知道 旁邊有很多的私人土地 還有國有土地 我們有沒有去做 調查 列入 徵收 作為校園 之用 我們 市府呢 如何 因應 將來 這個 幸福水泥這塊基地 蓋好以後 所產生的 這些國小 用地的問題 能不能 請 相關單位 能否回避一下 謝謝 謝謝楊毅做的那個追尋 那 對於這個中和國小 校地的這個不足 確實 我們其實也為這件事情 去學校看好幾遍 那 其實也做整個學校 可 連周邊的這個土地的部分 都做整個通盤檢討 那 其實我們 因為這樣 所以我們對那個 已經變更部分 住宅區的用地 那入學校用地 而且 一波給這個 中和國小部分 有0.0361公頃 那 因為這個學校 它的東側是喜市 西側是山坡地 然後南側又是山坡地 跟住宅使用 那 北側也是住宅 跟部分做商業使用 那實在是沒有適合的 這個學校用地 可再博用 那 可是問你是 就像陳儒剛剛一座說的 這個學校的學生人數 其實很多 活動空間是不足的 所以我們其實 之前也有想要說 是不是在那個 它的中庭那邊 把它變成是一個 室內的運動空間 把它加一個採光照 但是 如果是這樣的話 就有違反了 那個建築相關法規 所以就 又沒有辦法做 那後來其實這個家長會長 也很善意就是 去跟喜市的那個社區說 看可不可以協調 讓空間可以公用 因為社區反應聲音也很大 所以也沒有成功 那我們現在就是 就是在建築頂 想要做在建築頂樓 看看是不是可以做運動空間 但是因為它高低不一 所以又沒有辦法做 那現在唯一最可惜的就是 它現在有一棟建築物 那個耐震係數 其實是趨向0.5 所以未來 應該這兩年 它就會排到 可以申請到教育部的整個 那棟校舍可以做 開始重新弄 那重新弄的時候 我們就是在藉著 那棟校舍重新做的時候 就把旁邊的那個儀錠 把它放進來 所以這是我們目前 跟校長那邊 跟家長會長那邊去溝通 好像是最可行 目前可行的一個方式 那因為 說實話 這個學校很早就蓋了 蓋了之後 裡面又蓋了很多大樓 所以它聲援其實是 當初也沒有想到說 就是之前的那些狀況 導致於今天的這樣一個情形 那我們現在就是能做的就是 藉著一個學校那棟大樓 重新弄的時候 那把旁邊整個把它整並弄起來 我們現在唯一想到的是 這個可能是唯一優先可以做的 以上 謝謝我們教育處長 這個就是問題案面發生之前 我們先把問題先談出來講 因為早期就是因為 旁邊的這些住宅 一直在蓋的時候 市政府一直在批 準就是準 但是沒有考量到我們的公社問題 我們的公社就是學校用地 學校用地當初的設計的地方 不是那個地方 設計的地方是在這個 復興路上面 現在被賣給私人了 所以我在這地方跟你提出來的問題 是說我們校門口 校門口旁邊左邊那個地方 就是要上 這一個高速公路扎道 旁邊那塊很大很大的一個區塊 那個區塊是可應用的空間 因為那地方是閒置的 除了有幾家是比較老舊的房子 在這個地方住了以外 那個地方空間蠻大的 我們沒有往那個地方做思考 如果這個地方沒有改善的話 將來的問題會更大 所以我本期在這地方先給你提出來 我們不是准案子就好 我們在將來我們市政府做的這些設施 要如何去改善 要能夠應應 我想這市政府應該要做的部分 我下一個地方給你提出來 另外呢 西二跟西三火車站呢 我們市長上來 最積極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要推動的文創產業 那市長這麼積極的推動呢 你認為推動的現況為何 推動的現況為何 我先聽一下市長你的想法 好 謝謝 我想這個是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是C273碼頭倉庫的一個保留 我想可能有一些議員 可能有一些誤解 就是 其實這不是一個零和的一個關係 其實反而是說這是相互相成的 那西二西三的一個保存 其實可以跟整個 我一直在講就是說 那個地方未來會是一個會展 還有包括相關的這個商業 甚至飯店 還有這個所謂的智慧大樓 其實會結合在一起 不只是單單只是做所謂的文創而已 文創是去豐富它的一個內涵 一個內容 那它會分階段來進行 現在港務公司的第一個階段 應該是把西二西三 做一個整合式的一個規劃 那在西三的部分它會符合現在 因為整個的旅客的一個數量的一個增加 會結合這個旅運的一個功能 那在西二的部分 可能就會初步規劃讓一些商業跟文創的一些活動 還有這個包括一些年輕的創業的 這些人才可以進駐 這個大概是第一階段的部分 那第二個階段呢 就是後面所謂的這個西四西五西六碼頭 剛剛講的這個會展中心的這個規劃 那這個規劃現在港務公司正在做進行 那它未來會在整個結合西二西三的一個功能 那最後會串連到我們現在的所謂的火車站 跟這個成績轉運站的這個整體的一個狼帶 那這個大概是現在正在努力的部分 那第二個部分是文創的一個工作呢 也不是我們馬上說它就馬上會長出來 它需要一些培養的一些過程 那現在都發處正在盡全力的在做這個勞動的一個工作 還有包括八六設計公寓的一個能量等等 這個都是在做相關的準備跟前置的作業 好 以上 謝謝 謝謝您說明 我們是看來市長有心要做 可是看來這些參觀的人寥寥無幾 空間呢 閒置在這地方 本行是認為有點可惜 我知道說你有心要推動 可是你推動到目前為止是推動不了 我看到沒有產業進駐 你很難發揮它的效用 平時都是關著的 平時都是關著的 很難得說你有在地方做任何的活動 有些文創的東西可以進入 比如說我現在看文化中心前面 這些很辛苦的在做那些紫燈籠 紫車 花車 在那地方很辛苦 打太陽在那邊曬 其實我認為說它應該在那邊做 C2C3應該在這地方做 他們也是屬於文創的一種產業 他們不賺錢 但是做活動 幫我們市政府做活動 是非常有心的一個團隊 我認為他們應該在裡面做 不用到外面曬太陽 做完了以後它還可以放置那個地方做展示 也可以做展示 如果我們有相關這種產業的專業人 藝術人 人才 我們都可以讓他們做 藝術品在這個地方做展出 我認為應該是可以這樣子做的 我們的藝術品應該放在C2C3裡面 我們如果也不定時讓人家展出 增加了一個景點也算不錯 有些人在等碼頭的時候 到那邊逛逛也不錯 但是我到那邊看的時候真的是 沒有利用的價值那個感覺 我們除了保留它以外 我們看不到 它將來會有什麼好的一個方向出來 所以我在這個地方要聽 市長的意見就是這樣子 那我也提供我個人的小小的看法 也希望你能夠接受 讓這些團體能夠進駐 能夠進駐 那對於展出的部分 能夠有相當的 藝術者能夠有一個展示的空間 對我們文創產業才是永續的經營 一定要有地方讓他們做展出的 我們看到很多人摺紙摺得很厲害 我也看過很多人的藝術家 但是沒有揮灑的空間 對我們這些文創者的未來 是擔憂的 我希望說藉由C2C3倉庫能夠充分發揮 市長能夠幫忙 讓這些文創的人充分發揮 第二再來呢 我們講到教育問題 西岸的部分 就讀的大德國中的人 越來越少以後 就被中山高中 併為分校 併為分校 現在面臨一個問題 太平港西先動 我不曉得他今年的招生 的狀況是怎麼樣子 他的狀況是什麼樣子 我能夠聽一下 我們目前太平港西先動 下學期的就讀人數 人數怎麼樣 對於這個狀況 我們市政府有沒有 振興的計畫 請說明 謝謝 謝謝藝術 今年這個操生的情形 太平確實不是很理想 太平本來有一位學生後來又轉走了 所以太平今年沒有新生入學 那港西的部分 今年有來了十位新生 那在那個先動國小的部分 來了十九位學生 所以看得出來就是 目前在花刷這兩個小學校 太平的人數是逐漸減少 那這個港西國小 就是有稍微變多了一些些 那至於這個小校未來的這個發展部分 那雖然我們從去年開始 也是很希望說 讓小校能夠有揮灑的空間 尤其去年開始 教育部已經推動實驗教育三法 也過了之後 那我們也放手一搏 就是市長也給了我們 教育很大的一個 就是一個空間 所以我們也讓校長們 他們除了就是怎麼樣去結合社區 去發展學校的特色之外 希望每一個學校都變成一個特色學校之外 或者是如果今天有很好的 這個理念的這個教育的這個施行 比如說像之前的華德福 像慈欣華德福 或者是種子的這個 或者是人文或者是諾瓦 他們所謂的主題式的教學 那其實我們都安排了 從去年到現在 都讓這些小校有非常多的機會 除了就是師生都有機會去參訪 去體驗 甚至也邀人家過來做專題演講 也讓我們的社區居民都去參與了 但是這樣的一個結果 我們這樣看了一年下來 看到了確實太平這個能量是不具足的 那港西目前也很積極就是 也希望在發展他們的這個英語的特色 那先動國小也有在發展它的特色 但是因為今年太平就是這樣的一個現象之後 所以我們其實現在 就是也跟學校這邊正在溝通 看學校應該要提一個想法 到底應該想要怎麼去發展 那這個發展的可能性是非常多元的 那最近校長跟師長們 以及跟學生的家長還有社區的居民 其實陸續現在已經開始在進行 所以說這個學校 我們跟港系之間 我們未來有沒有想要什麼樣的一個 一個就是 或者是在這個厚阿山這邊 要變成是一個什麼樣的風貌 其實他們現在正在對談之中 所以我相信這個應該會很快 有這樣的一個充分溝通 跟這個充足的配套之後 那我想今年應該會有一個政策出來 那因為現在都還在充分溝通中 所以我比較不宜去表達說 到底會用什麼樣的一個模式 那同樣的港系也有這個問題 雖然他人員今年看起來稍多了一點 就是有10位能夠達到45位的聲援 但是他還是確實是一個小校 那為什麼我們對小校有特別的關愛 是因為不是因為我們要節省資源 而是所有的研究報告 國內外的研究報告都告訴我們 聲援過少對孩子的學習成就是低落的 尤其到國一到國中之後 你就會看到他們的學習成效 其實是比那個大校或是中大學校是不足的 那因為所有一切事情都應該 站在孩子的立場去考量 所以我不管是用什麼樣的多元教育 我們都希望學校不要過少 過少孩子是沒有同儕互動 即便是混零教學 他沒有同儕互動 你即便給他多好的一個理念教育 但是他的同儕互動刺激是不足的 對他未來的發展是不是那麼良善的 所以我們現在會刻進做很大的努力 那我相信今年會有一些新的政策會出來 那以上跟第一座報告 謝謝處長回覆 小校喔 太平跟這個港西呢 其實我們看了這兩個學校 周遭的小孩子並不少 他們都集中到人愛 集中到心語 集中到安樂 甚至於有些人都跑到保護口 先到這個綜合國小裡面去 還有德河 就是不願意在太平跟縣洞 在這個港西 我可以跟你講主要主因呢 學校特色非常重要 所以在去年年底的時候 我可以講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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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管越辦 新一國小他有扯鈴 才藝 明星學校 有特色 大家都往那邊跑 其實我希望說 港西呢 能夠往數學方向 所以在去年年底的時候 我個人呢出資請了一個老師 租心算的 免費教他們 學生上課不用錢的 這個方向 我希望說對學校是有幫忙 我也希望說處長 你能針對學校的特色 在小時候的時候 讓小孩子能夠往那個方向去努力 小學他有他的特色以後 往那個方向思考 小學出來以後 能夠進入附近的大的國中 大的國中也有特色 你把它區分開來 某些小孩子喜歡音樂的 喜歡體育的 喜歡畫畫的 喜歡讀書英文的 喜歡數學的 能夠讓學校 在小時候的時候建立起來 對於我們將來 專業的 人員的培訓 是有幫忙 小孩子學校都在那裡玩 回去沒有什麼功課 因為功課只有一點點而已啊 回到家以後 就是打電腦 就是玩 所以我在認為 小時候 他們是 他們的時期 小時候 是青春的 這個是非常黃金的時期 他們除了有他們童年以外 又能夠 開始學習他的專長 這對於我們將來的發展是有幫忙 我們看我們基隆市現在的完全高中 整個都開始提升了 就是競爭 就是競爭 我們基隆市 以前培養出來的這些人通通到北延去 北部學校到海北去讀這些明星學校 他們明星學校呢 到現在幾十年了還不會衰退 還不會衰敗 就是他的特色 他的特色已經 在所有人心中他已經建立起來了 這兩個小學校都還沒有任何的動作 所以市民沒有信心 把小孩子交給這個學校 是這樣子的狀況 不然你去看啊 你去看啊 周遭這幾個里的小孩子並不少 你可以看 你可以看早上 從港西街過去的那些載的小孩子有多少 你還可以去看 中山一路起頭那個地方 往安樂國小方向走的有多少人 然後你還可以看 往這個流浪頭方向走的小孩子又有多少人 你就可以知道 你就可以知道說 有多少人是不願意 在一個沒有特色的學校裡面去競爭 你要說 教學相長 你總是要有一個好學生帶頭 旁邊的人才會跟著拉上來 你整個看起來都平平的 我覺得拉不起來 跑不出一個有 共同的一個目標方向走的 一個團隊出來 一個學習場所非常重要 如果說在一個學校沒有特色的學校 你看不到未來 你看不到未來 現在有些特色的學校 現在都是非常的明星 大家都靠關係 一直要往那邊堵 往那邊塞 再怎麼演都沒關係 這就是問題 這就是問題 我希望在這個地方提出來 讓我們處長有所了解 針對學校特色的部分 能夠往那個方向來思考 另外還有兩個問題 可能就講不完 一個是本市野狗眾多 出門處處看到黃金 這是我們基隆市的問題 基隆市真的是盛產黃金的地方嗎 我在這個地方真的要跟你講 我們基隆市的野狗很嚴重 很嚴重 那另外一個呢 我等一下 請你們就給我書面打步就好了 好 我們時間到 等一下 等一下 那個下一個階段是副議長 還有下午本席 副議長 副議長是下個階段 然後本席是 下午總質詢時段 我想改為 全部改為書面質詢 所以明天議程 那明天的議程 就交給我們聯席審查會 好 大家休息 選擇 角質詢 方式 我從來 是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